請妳跟我這樣過 請妳跟我這樣過 廚房浴室問題多 媽媽很痛苦 是妳痛苦哪裡咧 痛苦這個爸爸 怎麼沒有幫忙清理呢 對不對 你看廚房油油膩膩的 我這個問題簡直是白問 但是你要知道 在我們眼裡 廚房跟浴室頂多就兩瓶大 有這麼困難嗎 很困難啊 你看廚房每天煮的話油膩 對不對 但浴室總是濕濕的 很容易發霉 是的 對不對 妳抹布不清理 臭得不得了 以為老公的腳臭咧 對不對 找到一樣比我們強的了 真的 所以我們在廚房跟浴室 如果它的清潔沒有做好 會衍生什麼問題呢 可能健康也會有所影響 廚房浴室的問題有夠多 媽媽們今天要來用力問啦 專家特別請到小兒科醫師 黃聰林 家事達人陳映如 幫你解決各種疑難雜症 別讓磨不上的細菌 傷害全家人的健康 因為你今天你擦完流理台 上面可能有一些髒東西 甚至有一些細菌 已經在那邊長一陣子了 你手在摸 那這些東西 細菌就會沾在你的手上 如果你那時候 再去準備寶寶的食物 你幫他 譬如說泡奶 或是跟他玩 手被他吃到 其實細菌就會見到你的手 就糟糕了 對 就到他身體裡了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媽媽就是說 最後已經乾淨了 所以我就不洗 其實才怪 你的流理台裡面的細菌 其實很多 曾經因為廚房跟浴室 這兩個地方 清潔讓你大傷腦筋的媽媽們 請舉牌 或舉手 有人沒有牌是不是 真的嗎 唯獨 子羞馬民 你完全不困擾就對了 因為請做家事大概 對不對 因為沒有在做 天啊 你們家都老公做嗎 因為都婆婆在做比較多 都婆婆 哇塞 好好命喔 妳婆婆欠乾兒子乾女兒之類的 我們可以來巡迴一下 還不賴 來來 真棒 這樣子我們開始一個一個來 裡面既然剛剛有 大半多數的媽媽都認為 這個是很難清潔的 是 來 誰要先來發問的有沒有 橘子媽咪 橘子舉手了 橘子媽咪派小橘子舉手 來 橘子媽咪的問題是 聽說抹布的細菌超多 對小孩有影響嗎 要怎麼清潔呢 我阿姨教我的這個方法 就是我們是一個禮拜 會用滾水去煮一次 然後 煮抹布喔 對 就是有一個 煮抹布的鍋子 然後一個禮拜會煮一次 你們那個鍋子單獨一個 就只為了煮抹布 還有就是 大概三個月換一次新的 對 抹布還在換新的 對 很徹底耶 那不知道這樣子 就是以殺菌來說的話 夠不夠 是 那請問一下你們煮完那一鍋水 有調味嗎 不過我剛剛講說那個抹布 有時候臭到真的會以為腳臭 你不要以為開玩笑 真的嗎 因為有一次我們家就有那 用那個擦餐桌的抹布來擦 擦過一遍之後 擦的時候你沒有味道 你聞那個抹布也沒有味道 剛剛從餐桌上散發出來的那個味道 我就覺得 怎麼怪怪的 然後找了半天 然後找不到 我還問我老公說 你是不是沒去洗腳 後來他就自己聞了一下 他也沒有啊 後來才發現 原來是桌子的臭味 我們家是曾經用臭抹布了 因為通常來講 我們這個廚房 比如說媽餐桌的 跟媽地上的 跟媽的流理台抹布 是不是會分開 應該要分開啊 對 分開嘛 結果那天我們就不小心 不小心拿了流理台 還是拿地上的抹布 拿來擦餐桌 一擦完之後奇怪 我坐在那邊吃水果 今天水果是壞了 還是怎麼樣 我磨完掉了 都那個味道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還是要留意 好啦 所以這個抹布的問題很大喔 陳老師應該怎麼看待 這樣的清潔法 消毒法 對嗎 對 其實這樣子很乾淨 但是比較 因為現在的抹布 有些不是我們傳統棉的 像什麼超細纖維抹布 它是化鮮的 它不適合高溫 對 不適合高溫煮 如果高溫煮 它都是棉抹布比較適合 那如果說我們要清 要讓它比較不會有味道的話 我們可以在泡 比如說泡水時 加一點點像茶樹 或尤加利精油 第一它可以殺菌 然後它本身 那個味道又是香的 所以比較髒的抹布 比如說我們都一個熱水或溫水 然後加一點點洗衣精 然後加一點點茶樹精油 讓它浸泡一下 洗衣精啊 對 或者洗碗精 因為它們的去油或去污 效果都不錯 所以用浸泡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主要就是 千萬不要再煮的時候加洗衣精喔 對 那不得了了 這滾起來吧 對 就是不適合煮的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讓它達一個除臭的效果 那如果說這樣的話 為了殺菌除臭 好像有人說加白醋啦 加一點鹽啊 什麼是不是也有這個效果 對 白醋其實也有殺菌跟除臭 然後它還可以去油 然後有時候像我們如果怕說 因為媽媽有時候 會用洗碗精洗抹布 那如果怕它有殘留的話 因為白醋它可以 像酸鹼中和的原理 它是酸的 那洗劑是鹼性 可以把它等於是去除 對 還有額外的效果 那像抹布用三個月換掉了 其實我覺得換的頻率可以高一點 所以像我的話如果三條破 三個月也算高 有的媽媽用那種 萬年抹布耶 就是耶 你知道抹布也不會破啊 對不對 太會破了 會啦 會 我們家大概用一年之後 就開始有破了 那個時候才換對不對 所以要比三個月更勤換 對 那另外也可以用這種 紙抹布 其實現在也很流行 對 媽媽有時候很忙 沒有辦法 就是常常用那種洗 或者換的話 其實紙抹布它的用的期限 大概就五天 甚至比較長 就一個禮拜 所以我覺得也可以拿來略為考慮 那個紙抹布 我們擦完之後 可以在水底下再重新壓 對 它是可以沖洗 然後乾的再回復再用 對 它的 就是可以重複使用 它有點像廚房紙巾 但是它等於是很多 再厚一點點 很多個廚房紙巾壓在一起 所以它的厚度是比較好 那剛剛呢 這個有問到一個問題喔 抹布如果這樣擦過餐桌 然後孩子去摸到桌子 它那個細菌感染度 會不會很恐怖 黃醫師 當然 抹布當然是一個 很髒的一個東西 那上面的細菌量非常多 而且我們大概可以把抹布 當作細菌的計程車 或者是飛機啦 坐著抹布它就可以雲遊四海 對啊 這麼可怕 然後它就可以到它 平常到不了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有提供大家 廚房抹布不能做的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洗完這手之後 剛好旁邊有個抹布 剛好拿來擦乾 一定會的啊 什麼 一定不可以的啊 我會耶 我譬如說那個杯子 我衝一衝 那手濕了就旁邊有布 就稍微一直擦一擦 對啊 擦乾擦 當然不可以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們只說不可以 珍珍媽媽 你看 我看到她一直平點頭 有沒有 來 麥克風來 有啊 就很正熟啊 對不對 對啊 你洗完碗 或洗完杯子的時候 對 而且你們在廚房 不可能另外弄一條抹布 是為了擦手的吧 沒有吧 就是要 就是要啊 就是要啊 不然就用那個廚房紙巾拿來擦一擦 對啊 然後再利用 所以我們家床床到尾都是不對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強調 擦手跟你拿來擦琉璃台的 或擦桌子一定會是不同的布 那因為你今天你擦完琉璃台 上面可能有一些髒東西 甚至有一些細菌 已經在那邊長一陣子了 你手在摸 那這些東西 細菌就會沾在你的手上 如果你這時候再去準備寶寶的食物 譬如說泡奶 或是跟他玩啊 手被他吃到 其實細菌就會藉著你的手 就糟糕了 對 就到他身體裡了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擦拭生肉殘餘的血水 這個是很多媽媽也會常做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我會特別強調這一點 是因為你知道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那個細菌啊 培養皿裡面是什麼 就是 就是 對 就是動物的血 就是那個紅血球 所以呢你知道那個血是最好的培養皿 所以你剛剛那個膜布擦過這個血 這個動物的這個血 或者是這個體液之後 哇 那細菌在裡面開起來 吃了又胖又壯 長得又快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如果真的今天是 譬如說我們不管剁雞肉或剁豬肉 鴨肉什麼肉都可以 我們儘量用就是直接拋棄的紙 或是你直接留一台青 讓它直接從那個水槽沖走 不要用膜布去擦 儘量是這樣做 第三個就是不要拿來擦乾水槽 這個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膜布不拿來擦乾水槽怎麼辦 可是你想想看喔 你今天好不容易把水槽 你用抹布擦乾水槽之後 你抹布要怎麼洗 怎麼洗 又在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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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 對 所以大部分媽媽就是說 最後已經乾淨了 所以我就不洗 其實才怪 你剛剛所有的食物的殘渣 還有我剛剛講的 又回到蘑菇上 所以你最後再擦一個 又到蘑菇上 這時候你抹布又做了第四件事情 你把它探控在琉璃湯上 鷹乾 那你知道那細菌 又在裡面長得非常快樂了 你下次再摸它的時候 或是你隔天就覺得 有什麼味道怪怪的 就表示細菌已經長了很多了 所以這幾個都是很小的一些動作 但是都是潛在的一些位置 我們可不可以專門準備一條抹布 它是專門來擦你所說的血水啦 洗碗槽啦 就是髒的地方 就專門是那一條 血水還是不好 對 因為實在是太髒了 對 但是其他的我想是可以 比如說有一條特別是 拿來擦琉璃台的 但是你就不要 你就記得這個抹布用完 最好是像剛剛說煮費 如果是材質 是剛剛程老師覺得可以的話 煮費是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不用那麼累啦 微波幾分鐘 好像是一分鐘就夠了 一分鐘可以喔 對 溫度要夠高就可以 對 就是要有那種水會很燙的狀況就可以 好 了解了 來 再來佩柔媽咪 佩柔媽咪的問題是 菜瓜布是不是更臟 需要每天清潔消毒嗎 因為像小孩子 我給他吃完副食品 那個碗啊 我都只敢用手這樣 就是把那個污垢弄掉 對 不太敢用菜瓜布 我想菜瓜布是不是 是不是也是要煮一煮啊 還是要丟一煮 還是微波 微波抹布又微波菜瓜布 什麼叫微波 對啊 剛剛還沒想到 抹布如果可以這麼臟的話 那菜瓜布 陳老師 對 菜瓜布其實 殘留的會更恐怖 請你跟我這樣過 我們從一個食物渣 然後就拿菜瓜布就開始洗 對啊 菜瓜布又有海綿 都有那個小溪縫 對 然後菜瓜地方也凹吐 就會扛在裡面 有些還是那種麵粉類的 就這樣太滑滑滑 其實它更髒 然後其實還是要洗乾淨 然後比較建議就是 我們每次用完 要讓它是晾乾的 所以我們就會放在那個 水槽邊的小縫縫啊 然後或者那種密閉的小盒子 其實都不是建議的 都還是要把它晾乾比較好 建議大家如果就是 你會發現很難洗的東西 其實就是用廚房紙巾來代替 那當然就是紙巾可以買 就是單價低一點 就把它當作一個我們便利的工具 那甚至可以拿那個電話布 我們不常都會拿到 那個大粉的電話布 我就會撕一張來 如果有琉璃台有點 打翻油啊或滴到油 就拿電話布來擦 那又不用錢 因為它不像那個報紙會有油墨 電話布的紙 吸油信號又會有油墨 滿好的耶 它每年都會發 所以你們要找電話 都是看琉璃台上面印到的 你可以拿去年舊的 不用拿今年啊 OK 不過大家各位 菜瓜布喔 光這一項其實市面上 你去買分好多種的 顏色種類一大堆 來 陳老師來教大家 怎麼來看菜瓜布 好 來 你看我們現在桌上 各式各樣 市面上有的我們這裡都有啦 菜瓜布 分得很細耶 很細 老師 像這種就是一般最常見的 對 這是傳統菜瓜布 傳統的對不對 對 包括這種也算啦是不是 這個是刷玻璃杯的 然後它的比較蓬鬆 然後你杯子可以整個進去 這樣直接刷 所以比較好用 是喔 對 那不然這種是要幹嘛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在刷鍋子的 刷爐台的 就是這一種 就用這一種的 要分開就對了 那這一種呢 那可以跟大家講 現在很多都是這種材質 叫木漿的 然後它的好處就是它是天然的 然後它的吸水力比較強 然後比較不會像我們以前那個 海綿用久 會有點那種 太太滑滑的感覺 但是同樣是這樣的 長得很類似的 如果我們在買時它都會寫 比如說爐具用的 像這個餐具專用 就是不沾鍋 對 就寫不沾鍋專用的 這個是爐具專用 對 然後有時候媽媽會說 那我們家這幾種餐具都有 不沾鍋的爐具 不修鋼都有 那我是不是應該都買 當然能夠細分最好 很複雜耶 但有時候有一個情況 我們放在家裡久了 就忘了哪一個是哪一個 對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怕搞不清楚 你就買餐具的 餐具的 餐具專用的 它的溫和度是最高的 所以你不管洗不修缸 或者洗 或者不沾鍋都可以 也就OK了對不對 對 這樣聊 當然這個就是 也是刷鍋子 對 這是我們的鋼刷 但是鋼刷的話 建議大家 這是比較傳統的 就是我們可以細 把它拉開來 它就比較粗 對 然後現在有做一些比較細 細到它強調比頭髮還細 這一個嗎 真的耶 這是鋼喔 對 真的很細 那所以用這個來刷 什麼平底鍋 所有的鍋具 那是最OK的 對 因為有時候真的洗不起來 我們還是必須刷一下 對 去市面上買 是盡量買越細的 越細越好 對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現場來操作一下 好不好 老師 你光看這個鍋子 對 什麼鍋子啊 我跟你講家裡面 很多人的鍋子都是如此 對啊 累積很久了 累積很久喔 不管是裡面 還是外面 這個有辦法 我們這樣刷就刷掉嗎 可以啊 可以喔 其實一般我們在家可以先用 比如說 那如果說真的很嚴重時 我們就可以試試看 用像這種鋼刷 那像我今天帶的 它其實是本身已經有 藍色就是去污粉 不然就是沾我們一般刷鍋子的那種穿 就可以了 它裡面就有去污粉嗎 對 藍色這個就是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沾點水就可以用 我們來試試看 來來來來 這裡 就這裡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哇 哇 真的很誇張耶 一般剛刷都可以刷的 來來來 我們 好好用喔 我們這樣刷一刷 然後 我們拿一塊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稍微的擦掉一下 真的 你看這一整塊 差好多喔 差太多了 那它這種這麼細的你刷下去 它也不會刮壞它的表面 其實如果我們要刷的話 就盡量讓它的傷害越小越好 沒錯 如果說我們用這種一直刷 它也是會有 會有痕痕 痕跡以後就更容易髒 就是藏不納垢 那一定要用去污粉嗎 可以用別的東西嗎 其實如果去污粉它是有一點鹽磨力 如果家裡不想用去污粉 可以把它蛋殼磨碎 蛋殼 我可以撒一點鹽在上面 然後這樣可以嗎 但是鹽比較麻煩 是它只要碰到水 它就慢慢融 融掉 然後蛋殼因為它不會融 所以可以刷比較久 然後再配合剛剛刷這樣 對 這真好用耶 我常常刷半天都刷不乾淨 對 像有時候烤箱也有點髒 也可以用這個這樣刷一下下 也可以 對 那如果這個這麼好用 那其他還有一個像這個 這種的這個是幹嘛 其實現在很流行 就是它外面有一個網狀 對 那網狀的目的是它比較容易起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網 它有一點摩擦力 所以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刷得乾淨 而且是有輕微 然後又不會傷表面的摩擦力 了解 對 那像經常我們喝咖啡或喝茶 這樣的茶垢呢 對 那個用什麼 這個東西的話 可以用牙膏來試試看 因為牙膏家裡都會有 而且有些牙膏都會強調說 我們常常喝咖啡啊 喝茶的茶垢都可以刷得掉 所以是用牙膏 然後牙膏本身有清潔力 加上一點點的研磨效果 所以效果還不錯 用像我們洗完海綿 都可以沾一點點在這上面 然後就直接放 洗完海綿 對 所以一般我們這種 家裡一般的菜瓜布 就不見得來洗完 對 它會刮花 磁性也會刮花 對 不是 磁性刮花會怎麼樣嗎 那你就會更柔油嗎 這個擦 寄在裡面就對了 好 有沒有 看一下 乾淨了嗎 我們現在裡面 我們現在還是因為 在這裡 我們這樣清還沒有辦法那麼方便 對 簡單清一下 它整個就起來大半了 是 還可以跟大家講 就如果有時候杯子太深 然後手比較不方便進去 我們可以拿那個 我們在烤肉的夾子 夾住嗎 然後這樣子進去 那這樣就很 就很像肉串卷啊 對 像這樣 肉串卷 對 我曾經為了要洗杯子底部 你知道我們去買什麼嗎 專門洗奶瓶的刷子 對 那很好用耶 那很好用 我跟你講對不對 那也好刷嘛 對 然後奶瓶刷子 用一陣子如果舊了 你可以拿來刷水管 就是肥不利 刷水管也很好刷 老師 聽說你還有一個絕技啊 你用不同的絕技 這是什麼 對 這是 這個 它很恐怖喔 我們家專用的絕技 這是什麼 這洗超乾淨的 你送我好多朋友 大家都 你都穿這個絲襪嗎 沒有 你應該知道它是什麼 卻沒有用 有沒有人猜得出來這是什麼做的 好粗喔 對 這是什麼 這什麼絕技啊 然後我們只要用溫水 然後用這個這樣直接洗碗 就好乾淨 超乾淨就對了 也不需要清潔劑 它其實到底就有點像我們市售的 上面有一個網 有人看得出來那是什麼嗎 這沙門 這感覺好像是 沙門嗎 襪子之類的嗎 答對了沙門 對 答對了這塊送你來 這塊就帶回家 你媽知道嗎 不知道 江儀媽妳知道嗎 不知道 知道的舉手 沙窗門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裝水果的袋子 裝水果的袋子 也有點像 對 裝別的東西的袋子有可能 還有沒有 沒人知道了 我跟你講這個很特別 不知道 好 來 公布正確一下 其實這個是魚網 對 我是去跟那個捕魚的人買的 他幫我剪成小塊小塊 就這樣 妳好厲害 真的假的 超好用的 所以這樣是箱頭的原理 對 其實箱頭的原理 它其實就有點 輕微的摩擦 因為它洞口很大 所以它不會 就是卡髒 妳怎麼知道魚網 它可以拿來洗碗 我是聽他們講的 就是他們自己在用 然後後來我就問我可不可以 跟妳買 然後他就幫我剪成一袋一袋 那它適合洗什麼 一般碗盤 我們家都吃完飯 就用這個洗一洗 碗盤 但是如果妳要刷鍋子這種 鍋子可能就沒辦法了 成年無垢就沒辦法 那可以用絲襪嗎 絲襪也動很小 絲襪其實也有去汙力 但是絲襪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第一 它範圍小 第二個 它比較密 所以髒東西比較容易藏在裡面 對 好 來 謝謝陳老師 謝謝 雖然我們現在知道說 菜瓜布它的用途 不應該怎麼來看待 黃醫師 去分開來 黃醫師對於它那個 菜瓜布的木薑棉 就是那一塊黃色那一個 對 它有特別用途 妳有研究對不對 請你跟我這樣過 對 就是現在智慧型手機 還有那個智慧型的這個 平板電腦嘛 所以我上網就看到 發現這種木薑棉 它是可以導電的 所以它可以在這邊 唉唷 唉唷 當然沒有人會戴的菜瓜布 對啊 所以就是說 像話嗎 我在高級咖啡店 對啊 打個菜瓜布 刷平板電腦 可是這樣會刮傷嗎 它是新的 這個不會 這個不會 不是這面喔 不要搞錯面喔 是這一面喔 然後因為網友有人就是 就是為了省錢 把這個剪下一塊 然後接上一根 譬如說筷子啊 或者是妳不要的筆 然後包上那個 因為妳還要導電嘛 所以要包上鋁箔紙 這樣就變成一個觸控筆 就可以這樣子 對 好聰明喔 對 或者是我用同樣原理 我把它自己回去 黏在手套的指尖 好像也可以 對 手套就自己 這樣就好 只是如果妳要用手套 為什麼不用手指頭呢 因為冷啊 妳以為每個人都一樣 躲在醫院裡面吹暖氣 不好意思 好啦 來 各位媽媽 下一個問題是 爹爹媽的問題是 剛買的不鏽鋼碗 刷一刷為什麼會黑黑的 怎麼辦呢 給小孩子用不鏽鋼碗 可是很奇怪喔 就是它的品質是不一還是怎麼樣 有些買回來 第一次洗的時候 它就會刷完有黑黑的 對 然後妳再把它沖掉以後 再用乾淨的紙擦 還是黑的 妳說的是 對 裡面裝食物的那一個 對 刷的時候會黑黑的 對 我第一次買到也擦到 妳們都會 蛤 然後妳就很擔心說 這個永遠洗不乾淨 可是要給小孩子裝飯吃啊 那怎麼辦啊 那那個黑黑的 它有一些異味嗎 還是就是髒這樣 沒有 沒有味道 那是什麼東西 對啊 這個是屬於她孩子自己本身的污垢 還是這個碗上面有奇異的現象 新的 新的 新的第一次 好 那問一下陳老師 其實不鏽鋼的東西 有時候鍋子也會有 對 就是剛買回來的鍋子 然後永遠永遠都有那種黑黑的跑出來 真的嗎 因為它在做那個不鏽鋼 在做那個磨石 它會用到那個工業的重油 去做出那個磨具的型 對都會有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看一下那個廠商說明 那個副的產品說明書都會寫說 初次使用的時候要做一些處理 那每一家都大同小異 原則上可以先用去污粉 就用洗鍋的粉 先刷過一次 然後先表面洗乾淨 然後在鍋子裡面放水或者洗米水 如果你是放普通水就加白醋 那洗米水是可以直接用 然後煮滾以後就變小火 大概再煮個十到十五分鐘 那煮完以後倒掉 然後再整個洗過 其實就OK了 所以如果沒有煮過還是會黑黑的 對 比較會有這種情況 然後如果我們又一陣子 然後還會有一些像穴穴什麼的 也有可能是像我們鍋子 不鏽鋼鍋會有水垢 那你就可以用白醋來煮它 其實也可以達到一個清楚的 單純以一個網友的身分 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因為我不是專家嘛 結果我發現我其實找不太到答案 因為眾說紛紜 但是我對不鏽鋼有一點多了一層了解 我現在才知道不鏽鋼是有編號的 你們知道嗎 編號 不鏽鋼有編號 不鏽鋼有二字頭 三字頭 四字頭 譬如說二零多啊 二零二啊 什麼三零四啊 什麼四零四 那不一樣 我只知道它有什麼比例 十八比十 對 對 那那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的材料的 材料的比例 對 所以你那個字頭不同 像譬如說三字頭的話 就是比較好的這種 鋰鋼的合金 但是二跟四都含有鐵 所以說 我那時候看到有一些人是認為說 因為它那個鋰鋼合金 就是我們外面那一層為什麼不鏽 就是因為它那個鋼會氧化 變成一個保護膜 所以你那個保護膜其實應該是 你刮掉它會再長出來 因為一氧化就變保護膜 一氧化就變保護膜 應該是OK的 可是如果說你刷太用力 你刮掉的時候 它保護膜還沒有形成的時候 你又再刷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那裡面這些可能金屬粉就會掉出來 比如說氧化的東西會掉出來 所以說覺得上就是叫你 就是他們的意思是說 你要不就是買好一點的 就是譬如說三字頭的 那可能會比較不會刷出這種金屬 那有些就是你刷太大力 它就會比較容易有這種粉掉 那這樣就可以來符合剛剛爹爹媽咪說 我刷的還是黑黑的 然後刷了十次 還是這樣還沒長出來 就一直刷一直刷 而且有些人根本還沒有用水 他就用衛生紙擦 怎麼怎麼刷了還有 然後刷到就頭很大這樣子 我剛剛有問陳老師 他都會越刷越薄 了解了解 那這樣子我們要怎麼 挑好一點的不鏽鋼咧 陳老師 我有認識像廠商 然後他們給民眾 因為其實他們都有分 像剛才黃醫師說的 但是對民眾來講 真的還是一分錢一分貨 就是他們來說 他們那個材質是有差 尤其我們現在鍋具有分什麼 五層三層什麼合金 但你看不到裡面 你知道它的材質的使用 所以單價的高低其實還是 跟品質我覺得關聯性是有的 好啦 這個時候就不要省錢 這跟健康有關係 對不對 對 好 來 下一位 陳健媽的問題是 小孩會走之後 既然會亂翻垃圾桶晚安怎麼辦 我們家自從有了寶寶之後 尤其他會爬會走之後 東西都要收到高的地方 真的 對 可是廚房垃圾桶 你還是要能放多高 對 然後他就很愛去翻垃圾 翻出來 然後自己在廚房翻香島櫃 在那邊玩 就好像他遊戲間一樣 翻垃圾喔 對 會翻垃圾 小孩很愛 真的 愛翻垃圾桶 小孩很愛 而且像我常常在洗衣服的時候 就看到洗衣欄裡面一堆碗 就是他們從那個別的地方 然後拿碗去 不知道是要我洗還是說是什麼意思 就是丟到洗衣欄裡面 對 他們就丟到洗衣欄裡面 對 他們就丟到洗衣欄 要不然就常常在櫃子裡面 找到不是廚房的東西 他們把它搬過來 對啊 你們會嗎 會啊 也會喔 因為他還會把廚房的鍋子 拿出來半加加酒嘛 對 對 然後幫我一些值錢的東西 丟到垃圾桶 對 我都找不到 真的 對啊 結婚的傳介 真的 以後我們去專門建議 加垃圾桶 真的 好 這個情況來 陳老師怎麼介意啊 其實我覺得這應該是 大概可能問一下黃醫師 我覺得這都過渡時期 然後小孩子都有一陣子很喜歡 對啊 然後一陣子很喜歡抽臉子 好奇喔 對 一陣子他就發現這件事的樂趣 就是只有僅限於此 他們就不會想玩 那但那一段時間 我覺得兒童的安全所還是必要 必須的 然後另外我還可以提供一個 我覺得我媽媽還滿聰明 就是她把那個小朋友 就是藥類啊 因為怕小朋友自己拿 當然除了放膏以外 她有時候為了方便 還是會放在一些 像琉璃台比較平面的地方 她就拿音樂盒 家裡不要用的音樂盒來放藥 所以只要一打開 小朋友一開就有音樂 因為家裡有時候都會 以前都會小時候 都會買一些音樂盒 都沒有在用 我媽就拿來放一些貴重的東西 他們只要一開 然後有音樂 她就知道就有警覺的心 我覺得這可以給大家看 警報器一樣 對 所以你們家的鎖 就會專門放 把那個垃圾桶鎖起來 這樣就對了 結果小偷一來說 唉唷 這個有鎖子 妳就這樣 結果是垃圾 你們家小孩會不會這樣 一定會啊 每個小孩一定都會翻箱倒櫃 真的就過渡器 那大概是幾歲會有的行為 很早就會了 只要小孩會爬就會了 六個月 七個月 有些比較厲害的 就開始翻箱倒櫃 那當然越大會越翻得越深 所以我們就知道 就是她會找的東西 你怎麼找得到這種東西呢 對 所以其實我是要注意就是說 大家真的要小心 你家裡如果有藥啊 或是有一些小孩不應該 碰個腐蝕性的東西 工具啊 什麼鋸子啊 這種東西 現在市面上有 非常非常多那種兒童安全鎖 你不要省這個錢 就符合你家各種不同的櫃形 你就把它貼起來 他們其實他們手勁不夠大 其實那個扣環它都打不開 那我們把這些東西就裝進 那如果是垃圾桶的話 我通常會放在安全門後面 比如說我們家有一個浴室 然後一個廚房 是小孩不可以進去的 那我就放安全門 那安全門的話她就進不去 所以她也不會有 翻垃圾桶的問題 而且如果說今天你安全門開著 她爬進去 我們就每一集都在教的 你就要discipline 你就要糾正她 那就是說 這個是你不可以進來的地方 從她會爬的時候 就要禁止她進來 她長大才不會覺得不服氣這樣 所以這個要循序漸進的啦 對不對 從小就要做 來 下一位媽咪 子羞媽咪的問題是 沒有奶瓶消毒過 用烘碗機也能殺細菌嗎 奶瓶我們就沒有買那個消毒鍋 那通常都是洗一洗之後 把它丟進去那個烘碗機裡面 對 然後一起放進去消毒 這樣會不會有細菌 所以妳的奶瓶不是專門一個消毒鍋 沒有 因為她不常喝啊 我都輕微啊 真的啊 可是烘碗機只是烘乾而已耶 對啊 沒有消毒嗎 烘碗機會消毒嗎 可是我現在跟我講說 那個有消毒作用耶 真的嗎 有的是紫外線殺菌 有些是臭氧 有些是紫外線 你們是比較高級的烘碗機就對了 是吧 她就跟我講說那個有消毒作用啊 還是在安慰妳為了什麼 因為一般小孩子為了要消毒那個奶瓶的 那個是真的 比如說高溫蒸氣的啦 還有什麼的 紫外線 紫外線的啦 它那真的是會消毒的 那個好像有紫外線 因為我看到有那個光 都是光 但是光什麼光 會亮 紫色光 因為這個小孩子的這個衛生健康 我們是才很著重喔 黃醫師 這這個情況你看呢 注意就是 所以剛剛講說這個烘碗機 能不能烘到70度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至於紫外線並不是萬能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 紫外線並沒有辦法殺死所有的細菌 尤其你隔著一個奶瓶 說實在紫外線透過玻璃 馬上那個效果就降到很低了 所以你是玻璃裡面嘛 真的嗎 對 所以紫外線是不夠的 所以還是溫度要到 所以我們看那個蒸氣鍋 一定是100度嘛 因為那個蒸氣出來 就算到空氣中稍微降低一點 溫度也大概八九十度以上 所以那就是OK的 那你用煮的也可以 只要70度以上都OK 有的可以用微波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一定要70度 就是因為大部分的細菌 在70度以後才會輸出活性 所以說 我們之前在講泡奶粉 要70度的水啊 或者是說現在在講消毒 都一樣 我們就是目標是70度 所以放在烘碗機 其實我想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決定 黃醫師 黃醫師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因為我小兒子我也沒有買消毒 因為我們家的烘碗機是臭癢 臭癢殺菌 那這個OK嗎 臭癢也是可以殺菌 但是它要臭多久 就是 你知道每一種殺菌的方法 其實像不管是紫外線或是臭癢殺菌 它都要有一個時間 並不是這樣啾一下 然後裡面細菌就死光這樣 就是卡通才會出現的事情 對 可是一般烘碗都會有差不多15分鐘 15分鐘這樣可以吧 那我想達到那個時間以上 也許會有一些細菌死掉 但是不見得 尤其是一些會產生 包子的細菌 不是你輕 就是會產生包子的細菌 那不是你輕易就可以用一些臭癢 或紫外線殺死掉的 所以真的還是以溫度是最好的 你溫度只要到4度以上 你大概可以放99%的心 對 剛剛黃醫師還有一個問題 剛剛那個子兄媽媽講說 是不是一定要用專用的那個洗奶瓶的 因為就是用到最後啊 我就是用一吸濕一點點 我們那個洗碗精去洗奶瓶 這樣OK嗎 反而這個時候擔心的是那個洗碗精 因為你在洗碗精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化學的物質 有時候太深了洗不乾淨 對 但是我想裡面要用什麼方式洗 只要你沖得乾淨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有些細菌 並不是你沖乾淨就解決的 這時候你必須要靠溫度來殺死它 現在很流行手工做的 然後他們清潔用的罩 那種罩其實OK 但是就是提醒大家選購的時候 不管是網路買的或者是市售的 不要選那種很白很白的 因為有些是那種有點死白的色 因為正常做出來的肥皂是比較和色 甚至有點偏咖啡色的 所以死白色我成績我拿到那種乳白 其實如果說我們平常只是單純的 清氧化那跟油這樣子做出來 沒有添加任何東西的話 顏色是比較接近這種咖啡色系的 所以不要選太白的 其實這樣子其實通常都會比較擔心 會有再添加東西 那另外還有就是我們用消毒鍋 有時候我們可能就急到晚上 再一起消毒 那奶瓶不...如果早上用的 還是都要先沖起來 不要說就先放著晚上再一起洗 因為其實牛奶的東西放久了 也擔心會有細菌 對 很多媽媽是這樣 家裡面的奶瓶最少都六罐以上 對不對 然後都喝到差不多只剩一罐 然後都積在洗碗槽在一起洗嘛 對 那細菌會很容易自生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消毒完 因為它裡面是有濕氣的 有時候我媽媽就說先放著 那其實最好都還是把它移到 像烘碗機或者比較能量乾的地方 不要直接放... 把那邊當作一個餐具的 奶瓶的收納架這樣子 因為裡面有水分 好 再來下一位是 家瑜馬民的問題是 家中浴缸瓷磚細縫全都發霉了 該怎麼辦 我們家浴室它沒有那個窗戶 它也只有抽風機而已 所以每一次就是洗完澡什麼 因為潮濕的關係 我就發現那個瓷磚跟瓷磚之間 那個接縫啊 接縫 對 就生股啊 都發霉了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那個浴缸 跟那個牆壁連結的地方 也發霉了 會 對 所以通過的地方就黑黑一點 然後滑滑的 對 這個是你們家的照片嗎 對 是喔 你們這個 你們這個黑的真的很徹底 對 真的啊 這是我家的比它還徹底 因為這嚴重吧 對啊 對啊 這整個都是黑黑 我是前一陣子才發現 才想說不曉得怎麼辦 你們家是整條 對 對啊 這個就是你說的瓷磚的階風 對 我們家瓷磚是黑的 所以看不出來 有沒有發霉 故意弄黑的 對 因為我們家瓷磚是白的 所以很容易就看出來 然後這個是浴缸旁邊 是整條 對 你看 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 然後容易就長在那個 那邊 對 然後把它整個拆掉 對 然後每次清理的時候 就超麻煩的 那這個咧 這個是哪裡 廚房 流理台 對不對 流理台瓷磚 這一條 都在這個縫隙 對 對 然後我們每一次清 就拿那個什麼菜瓜布 刷子 什麼工具可以用的 全部都用上來試刷布 刷到手都已經快斷掉 腰都快痠死了 那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們也刷過 但是它那個因為縫隙 它是一個填隙劑 它裡面那個乾了之後 它有那個毛細孔 所以都滲透在裡面 你再刷我跟你講 我才不相信你刷過 對 我是看亞蘭這麼做 我覺得都不乾淨 對啊 那這要怎麼處理呢 怎麼處理啊 陳老師 這裡的專長喔 我們先看一下浴室 為什麼會發霉 其實主要有這三個原因 一個是溫暖 然後又潮濕 就是溫度濕度 那第三個就是皂垢 然後就是肥皂垢 是它營養的來源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皂垢 肥皂會有垢 對 然後第一個 我們先講就是溫度 就是有時候我們 當然洗完澡 因為洗澡水都是三十幾 接近四十度嘛 那有時候我們洗完 人就走出去了 然後裡面抽風又不好 那一下降溫就是三十度 就是它最愛的了 那還有比較怕的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用熱水來洗廁所 都覺得熱水洗很乾淨 尤其天氣冷 因為我們不喜歡用冷水 對 所以這也要小心 如果你是習慣用熱水洗 雖然洗得乾淨 但是洗完記得 用冷水把整個浴室再沖過一遍 讓它降溫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媽媽會說 我每天都用熱水洗得很認真 為什麼還是一直發霉 其實就是你給它 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 不是 老師 那如果冷水這麼一沖 會不會又到二十幾度來 又是最好的溫度了 其實冷水的溫度會低於這個 而且我們還要開抽風機 或者用電扇吹 然後整個溫度都降下來 整個要配合起來 對 都要配合 那肥皂有些媽媽說 好險我家不用肥皂用沐浴乳 所以不會有 其實它是販子這一些 瓶瓶罐罐 像洗髮精 沐浴乳 有沒有 今年就是我們把洗髮精 放在那個地板上 久了它就一圈 對 然後地板 那其實都是開始叫 所以我們有些瓶瓶罐 有時候尤其是男生那一壓 然後留下來他都不管它 想說那個罐子到時候要回收 不是 因為我們都認為說 像這種清潔誘瓶 它是清潔殺菌不夠 所以它很乾淨 細菌怎麼可能會在上面呢 對啊 對 其實就是黴菌 它的營養就是吃這一些 所以這些瓶瓶罐罐 也是要把它保持乾淨 就是至少要把它沖一下 不要讓它滴下來 然後都不理它 了解 這個叫保養法對不對 對 但是像剛剛那個 已經長出來了 對啊 已經發霉了 已經發霉了 請你跟我這樣過 如果是瓷磚縫的話 我們可以先試試 就是用牙刷刷 然後刷完以後把那個蓮蓬頭 轉到那種 很多大概百分之七八十都沖得掉 那真的不行 才用我們市面上那個 除霉劑 因為除霉劑不太建議大家用 因為第一 它味道很刺鼻 然後它也那個化學性也比較強 所以我們都是建議 先能夠刷掉都盡量刷 不行的話才用除霉劑 但是除霉劑用在Silicon 是沒有效的 對 我們會覺得說 用錯 Silicon最嚴重 都一直噴 但它其實是沒效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它反面說明 大部分都有寫 它是適合磁磚縫 是Silicon的發霉 那Silicon怎麼辦 Silicon其實真的 比較有效的方法 就是用漂白水 就是我們傳統的綠的 但是綠的大家會比較擔心說 它很化學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局部使用 比如說先把 一拿起來一拿起來就超白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客廳旁邊的廁所 它是沒有對外窗嘛 那就很容易有那種霉味 對 可是你像市售的那種芳香機 又怕對人體有害 尤其家裡有寶寶 那要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那種 市售的芳香機會對人體有害啊 感覺像那個味道就很難 因為它的味道很香 有機能 而且有化學的味道 沒錯 真的喔 對啊 我很久會頭痛耶 而且有些過敏的小孩 像我們家那個老二 他每次只要我一打開 因為我想說廁所要給它香一下 對 結果他每次只要接到電 他就會有點好像氣喘 然後一直打噴嚏 我老公也是 太刺激了 妳也是 嘉宜媽咪的也是 這樣子 過敏的都是這樣啊 就一進去 以為它太香的 就開始打噴嚏了 OK 那有天然一點的嗎 除臭 我們可以拿 噴罐裡面放水 然後再放一點點精油 比如說300cc的話 就加大概30滴 那如果你要濃一點 就多一點點 然後淡一點就少一點 那精油第一可以選 就是你自己喜歡的味道 或者就是如果要有點殺菌的 就像剛才說 茶樹油加粒這種有殺菌 然後如果直接這樣噴 就有點像那種空氣噴劑 就是會有香味 要它持久一點的話 如果不是廁所 廁所可以噴一點點在毛巾 就是噴在布的上面 它的味道會持久得比較久 持久比較久 但是精油還是有分喔 我們曾經因為老師這一招 我們去買那個 一罐有100塊啦 幾十塊 100塊 100多 我跟你講 那還真沒什麼用 你要買真的要 那100我聽就覺得太佳了 對啊 不是 因為我們不懂 想說這麼便宜太好了 反正就是精油嘛 真的不太有用 你要買那個真是純的精油 但那個可以稀釋啦 對 就比較 味道就真的比較純 我看國外有一些餐廳的 或者是廁所放香茅的盆摘啊 對 真的好香喔 對 香草的植物就對了 OK 你的粉絲好多喔 難怪你門診都看不完 還算就放了一盆 好 OK 所以這幾個方法可以提供給大家 盡量是天然自然 比較好 好 來 下一位 廚房 水龍頭 對 都很常有水漬 水漬很嚴重 對啊 因為我就是洗完完 就可能洗一下 然後或是 可是它洗完 然後馬上就會又再出現 對 對 然後我有用過檸檬切板 把它刷一刷 或是用醋 反正各種我覺得有侵蝕性的 你都試試看 對 可是都沒有辦法達到 就是稍微可以保養個幾天 對 用刷的方法 有些很奇怪 它那個水夠深的一點 你這樣清過之後 它上面還會一點一點一點白白的 看得很愛眼耶 很愛眼 對 就不曉得為什麼 真的長雀斑這樣 如果水龍頭只是單純不會亮 其實用牙膏刷一刷就超亮 牙膏喔 對 牙膏很亮 比任何的什麼清潔劑啊 洗碗精什麼都好用 用牙膏刷一刷就會亮 要沾水嗎 還是直接牙膏上去 就是牙膏就直接這樣刷一刷 然後沖乾淨 所以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不管是怎麼清 清完以後一定要擦乾 不能讓它自然乾 那如果已經到了那種水夠的情況的話 其實像麻辣剛才用的是醋 或者是用檸檬 其實概念是對 就是酸性的 但是檸檬它可能比較溫和 所以效果沒那麼好 那如果用醋的話直接噴 它又沒有附著力 所以它的清潔力沒有那麼強 所以要用醋的話就是 用廚房紙巾沾濕 然後就包覆在你的那個 像水龍頭 一樣敷面膜的方法 對 這樣子會比較有效 或者用檸檬酸也可以 其實檸檬酸的清潔力會比檸檬 因為它等於是濃縮 果酸的濃縮 所以效果會比較明顯 更好一點 但是時間 因為這些天然的東西 它不是那麼強的效果 所以要拉長一點才能夠看錯 所以像它那個比較成年的水字 用那個牙膏一樣還是可以嗎 如果是牙膏它只是能刷量 它對於那種水垢已經附著的 它是沒有效 所以如果只是單純要把它刷一刷 看起來亮亮的 那清潔是可以 但水垢的去除 就要用這種栓性的東西 栓性會比較好 對 那還有一個地方 剛剛講是水龍頭對不對 你們家有沒有浴室拉門 對 我家浴室拉門 那個水字真的是成年 用剛刷刷都刷不掉 一點變淡的跡象都沒有 好厲害 你們那個水字長在哪裡 這是拉門啊 拉門的哪裡 是那個玻璃那個上面 整個透明的那個 那是壓克力嗎還是什麼材質 對 就是那一面對不對 那個是非常麻煩的 那個也可以這樣用嗎 對 其實也是可以用 我覺得用檸檬栓 效果會比較明顯 那如果真的不行 市面上有賣那種 專門除水垢的 它就已經是那種清潔劑的 是OK 接下來是有很多新奇小物的寶嗎 它的問題是 可以邊洗澡邊刷地的浴室多寫 真的有用嗎 我又帶新東西來告訴大家 這我們要開眼界 對 沒看過 就是它就是號稱說 它可以 台灣人發明的 它是可以 邊洗澡邊刷地板 用過嗎 沒有 這麼新怎麼可能用過 搞不好換第三雙 但是我跟妳講 當媽媽看了一個眼睛 我們就會緊張 你看 之前塑化劑 妳就開始想說 這塑膠會不會對孩子有影響 對 會熱血 對 預熱嘛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細菌的問題對不對 對 細菌的問題 好啦 那這我們來幫妳問一下 好 穿穿看是吧 沒有 擦擦看 來 可以嗎 我可以幫妳 妳有刷 妳有刷嗎 湘米哥你先幫我們刷 湘米哥幫我簽名 我幫妳簽名 對 對 好穿嗎 怎麼樣 我要走走看才知道 會不會滑倒 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會滑吧 好像水電弓喔 幹嘛啊 妞妞舞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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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在路上 我絕對有點滑滑 真的 有一點點 因為她的影片啊 她介紹影片就是說 她就是地板弄得像肥皂這樣 然後她那個人就在上面變 這樣 就像她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太酷了 太酷了 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買啊 妳的錢好好騙喔妳 真的 她真的有一個人 她會把她摔跤的影片 PO出來嗎 她已經剪接過了 所以我不敢讓我自己試試看 所以我拿來自己試試看 問看看 對 黃醫師 妳研究一下自己有小孩 妳看一下這種拖鞋 妳有沒有什麼提醒跟建議 這就是剛剛第一個講 是安全的問題嘛 對 所以說小朋友大概不適合 所以只好爸媽媽自己拿來 穿來玩嘛 那但是這個就是 妳如果把它當作刷子的話 我們一般刷子刷地板之後 我們還是會清洗啊 對 所以妳當然這只是一個 好玩的一個 一舉兩的 妳覺得蠻有趣的 但是事實上 妳洗完澡刷完地之後 妳這個還是要 當作一般的刷子來清理 那 我們現在都是這個叫 保密防疊 就是防止在浴室跌倒 所以說 基本上我們這些東西 對於有家裡有老人家 或是妳自己 可能是平衡感不太好的話 這個就要小心 再真的要小心一點 好不好 其實我刷地板 浴室地板 基本上就是用那個洗衣刷 因為我覺得它的力道是剛好 對 然後我還有一個偷吃布的方法 我會把電動牙刷 然後不要的刷頭留下來 然後有些像縫縫 我會用小牙刷刷 因為小牙刷太慢 我就改用電動牙刷 這樣 超快 好厲害喔 對 這樣我就覺得還滿聰明的 因為那個牙刷刷頭都還好好 就是用一陣子 就會太壞 對 速度就很快 變動 這個好 對 大家可以參考 對 好 所以各位 不管是廚房還是浴室 你看今天我們 是我們媽媽醫療下來 是我的爸爸要留意的 真的要清的地方好多喔 對 幫幫忙 要幫忙 所以我們真的不能隨便 對你們說 怎麼清那麼久 怎麼清那個不乾淨 我們也要幫你們 對 好 謝謝今天所有媽媽的分享 謝謝 那當然我們最後的 也要送給我們所有媽媽們 這個小S代言私密祝的浩洋瓶 還有我們的劍子 來…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也謝謝我們的大家們 歡迎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條時間繼續鎖定 請你跟我這樣過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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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